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电台EP413 我们今集来讲一些网上的文章 第一篇就是被男朋友嫌弃这个底裤太丑了 因为女士主要出post 太丑了 阿婆的底裤 阿婆的底裤 玉色的那些 应该是 让人来看看 接着下一篇叫做喝茶破柱 这个我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喝茶破柱 喝茶破柱 喝茶我不是很明白 喝茶就会破柱 所以广东人都破柱 有些地方喝茶有另一个含义 让人来看看 应该是 喝茶 好 听之前先邀请大家给个赞 我们支持一下我们给动力 我们谢谢 还有YouTube听的 我订阅我们 有点钟就在身边通知你 Apple Podcast 还有Spotify 给个五星高频 我们B站听记得一件三连 还有关注我们 谢谢 左下方有个Ig平台 还有微博平台 给大家投稿感情烦恼和奇趣的故事 上面有看到投稿文章 下方说明下 看到相关的连结 还有什么都可以留言给我们 我们都会看的 好多谢B站观众帮我充电 目前有162个观众帮我充电 多谢大家的支持 YouTube观众可以透过这个超级感谢 去多谢我们 我和K老师也开了小红书 我的小红书是非梦肥 澳门电台阿荣 K老师的小红书是澳门电台K老师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小红书 另外之前在台上宣传了我有份做的 开心麻花的疯狂理发店 多谢大家的支持 600张票已经全部卖光了 非常感激大家 到时候见了 好 那交给阿Lick 今天的求稿 好 第一篇先 是女事主投稿的 母胎单身到现在 22岁 先是交友软体 就认识到这个男友 男友就大我7岁 最近开始交往了3个月左右 那天晚上 要跟他第一次过夜 他把我的衣服 那些褲 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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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穿内衣和底褲 他看着我的衣服 内衣 沉默了3秒 我当下因为是第一次破柱 很紧张 哪个不是第一次的 好 你继续 是的 然后他被他看的时候 又害羞 所以没有想太多 又紧张 脱光应该一片空白 虽然他沉默了一下 都是继续完成整个过程 你们都明白 明白 他说第一次真的很痛 麦榮你明白吗 我明白 人人初乱的一次 我回味哪个事 你觉得是初乱 那他破柱应该是 除非之前那些拖手就不算 是的 到了第二早上 男友就问我 你昨晚怎样 可能因为 现在有更加亲密的关系 好像比之前 更可以和他说出这个真实的感受 我就说 好痛 但是后面 越做之后 就很多了 但是为什么 你那时候突然间 只剩了三秒 他就有点难为情地说 啊 BB 我那时候 就是觉得 你的内衣褲 即是胸围 底褲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女侍主 当下 就听不明白的意思 然后 又被男友转移话题 是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在那些通讯 问回男友 那 要不要声援一下我们 可以啊 你们做吧 K老师是想做女性好吗 都可以的 可以 女性在右边那里 是吧 是 我来了 你那时候说 我内衣褲 跟你想象中不同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跟我之前看过的 不一样 啊 不太明白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好看啊 好看还是不好看 好可恶吗 男朋友就 不知道 都流汗了 整个图给他 就好像 如果你是一套想换 的话 就跟我说 就是好看的 那我就买给你了 然后女侍主 又哭了 哭了 她是 是的 那她说 哇 女侍主的心里面 就觉得 哎呀 我第一次的初夜 就被人嫌弃了 我真的要 哭了 哭了 是啊 哭了 可能呢 因为呢 以前呢 就是女侍主呢 以前是单身的时候呢 想穿什么里面呢 穿什么都没有人看到 随便啦 随便啦 那又不想乱 那么洗自己零容钱 那些底衫底褲呢 随便去什么街市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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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啊 那些 夜市 不是说很高级的店铺 你买给我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不是好看 是不是穿着超人底褲啊 超人底褲 就是打开 不是红色底褲 是有些卡通图案那些 因为海绵寶寶啊 应该是 20多岁就应该穿着 就是家人买的 那我十多岁就说 你穿着先 你戴过了 跟妈妈说 我不要公仔 妈妈就说 你自己选 选我给钱 就是很普通的那些 是呀 不会说去那些什么 维多利亚的秘密啊 去买那些 是呀 他男朋友呢 应该是觉得 那些底褲呢 或者内衣呢 应该好像那些内衣店 看到那些无特意啊 那种 那种 是呀 他说他之前的底褲 虽然没有太难 穿得也可以 那家人买就好像那些 好像阿榮刚刚说的 有公仔啊 有粒士多啤梨啊 有个西瓜 有些香 有些香椒 水果 隨便啦 有些那些 底褲给他啦 他觉得可爱的 男朋友呢 觉得哎 可能像小朋友穿这样的嘛 他都20多岁 就免得穿 觉得你不应该穿那些了 他男朋友可能觉得啦 所以不知道呢 平时呢 就是平时呢 就是穿这些底褲呢 下面呢 都会有一些痕的 那这些是否因为太便宜呢 又太丑呢 搞到这个底褲呢 买回来没洗啊 应该不会吧 你买新的底褲 你都会洗洗它 那你就算第一次没洗 你穿完都要洗的 是吧 是啦 还是你穿完之后 哎 穿过那些底褲 不穿了 穿过那条身 丢啊 丢啊 你是不是买这些底褲啊 我听闻呢 碧咸呢 好像每日都会 就是 他的底褲就是会穿一次的 每日都有新的底褲 但当然一定会洗的 是的 哦 好看下面先 之后那几个月 他又想换一个 就是 牌子 好一点的底褲 就是好一点的 还有 就是中间的底褲 那些牌子 又去找回男朋友 过夜呢 他终于有东西 正常的 但是呢 买了几次那间 中牌子的底褲 就是洗了几次 又不知为什么呢 又烂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那样 那么容易吗 是不是他叫洗肌的问题 你用油唇剂 对不对 也就是 有这么夸张 就是 或者 我见有些女生 是喜欢第三褲 是手洗的 就是 只是底褲 我不知道是胸围会不会 底褲 我见得最多 手势 免得 一来就是 怕拉斜 二来就是觉得 始终那个 比较私密处 不会接触到其他 譬如你整个家人 可能有 有老爸 有阿哥 是吧 阿哥 就是那些 就是你 面衣无所谓 但是你底褲 自己洗一洗 免得在一起洗 有些女生是这样的 是的 嗯 可能自己洗 会好些 就是自己洗 因为我 好像我老婆 就是家里那些 就是 内衣妇 她都会另外 有个白色的 洗衣袋 这样装住 就是 都会扔洗衣机洗的 但是 就另外两个袋 装住 好像平时煲汤 会有个 湯渣袋 是的 嗯 那就是湯渣袋 不是 好像 那些洗衣袋 是的 有的 就是不怕 扔船 你扔着底褲 一定是白仔裤 你一定扔到花了 是的 但是我想说 那你男朋友 你这样 呆了三秒 又认识了 那只猪 然后又嫌人的底褲 丑 好像有些 有没有觉得有些 衰 哎呀 不如你直接做 不如你做 人家还要是厨 扔船 是不是 如果他 我老实说 如果他又是厨 他又穿些很漂亮的内衣服 你都会怀疑他是不是厨 是不是 就是这样会穿这些衣服 是不是 你都要想一下他穿给谁看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他穿得很年轻 有公仔 有肚子 你都会觉得 好像很清純 那一定是厨 信心又加多100% 是啊 还有你想要哪种的内衣 你就跟他说 你都会进一步的关系 是不是 你说我想你穿那些 性感一点的内衣 你就跟他说 你说戴他七年 我想应该做事 你就带他去买一下 你又不是 你去等别人 就是他说 你送一套给女侍主 但是 喂 那你 你现在有要求 你又不说 你的要求是什么 等别人猜猜一下 就是买了十几套 回来才得一套猜中 那之前那几套 怎么 下去捐了他 是啊 不是 我是会觉得 其实他未必是真心 喜欢一条女 他可能就是 真的想和他做爱 对他做爱 很大期望 是啊 所以才是这么失望 我觉得 啊 K老师说不是 是什么意思 我说是 我误会了你 还是说 其实那个女孩 她平时穿的衣服 是很漂亮的 穿衣服 穿得很好看的 但你猜不到 原来一打开衣服 原来是那些很可愛的底褲 还是怎么样 反差太大 令你失望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 有些 除非他穿那些阿婆底褲 还是他 如何穿 才能穿 我觉得 是 这样和女孩说 有点不尊重女性的 是的 别人说 我说真的 或者是 中国人的 对于 将自己 可以和对方做爱 他会觉得 这是很宝贵的 我把我的珍珠鸡 收藏了这么久 现在你把荷叶打开了 你嫌那只鸡不好吃 是的 这样我觉得 不行不行 是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男子风度 是的 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男子风度 我觉得他的男子一开始没有说 我觉得算是OK的 但是后面别人问你 你不用这么坦白的 别人问你为什么呆了 真的坦白的 你就说其他东西 你当时 我帮衣服 我实在真的看得大 都定买了 是的 你觉得很大 如果真的大 你就说又大 或者身材太好了 说这些就可以了 之后你怎样要求人家 换第三副 你就慢慢做多一两次 然后抱着做完 聊天 然后就说 其实我挺喜欢人穿哪一种 我很想看你穿 大家很开心的时候 说这些一定是OK的 不是说他原本没有提 从来不提 他原本那些 只不过是说你挺喜欢另一种 跟他商量一下 整件事就会很轻松 顺理成章一点 是的 我觉得他是 可能有他自己喜欢的内衣服 之后就再给他 或者你试试这个牌子的内衣服 都可以的 是不是 上网找一张图给他看 这个女星 他又穿得漂亮 是不是 让他看一下 你觉得 如果男朋友有这样的意思 可能 我有得到 那你就去买给他 或者他自己买也可以 是吧 我明白 你做一做一做都要脱 这些东西 除非你整个程 什么都不脱 只是穿着内衣做 应该也有人这样的癖好 什么都脱着内衣做 你们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款内衣 即是女伴的 有没有 我看到有些空围 他里面不知道为什么 他有只手掌在那里 即是海绵的位置 他真的有只手掌在那里 托高一点 托高一点 托着他承托 我喜欢哪一支 其实 空围他有分前扣和后扣 多数人的后扣 有些少点就会前扣 我自己前扣我也可以的 然后 我不是喜欢那些巴带很大条的 即是喜欢那些巴带幼一点 巴带很大条的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性感 但不代表我 我会说 不准你戴这些 一定要戴那些巴带很幼的 我就没有 还有那个 我喜欢那些 他有一些花纹 他有一些 不过我就比较喜欢这些 颜色配得好看 因为他有一些是颜色配得不好看 但又有花纹 我觉得黑色就加了Lazy 又有花纹 都挺漂亮的 是的 我呢 我不喜欢Lazy 我喜欢一些简洁一点 那一支简洁呢 简洁 简洁 简洁一点 一只颜色的 没有什么设计图案 单式的 最好是一套 可能胸围和底裤都是同一颗色的 好像特意你为了我而穿 即是一套 特意为了我 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喜欢胸围和底裤都是同一款 或是同一颗色的 接着我前扣 没有什么兴趣的 我喜欢后扣器 因为我个人有个技能 就是解扣 解得非常之快 如果不信 后扣很快 不信可以找我解释给你看 即是我自己穿的胸围 可以让你解释 你不是你 不关你事 我想看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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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就试一下 好吗 男人不要找我 現在 你叫我说清楚 我怎么知道你会有什么癖好 阿榮 你一不说清楚 怎知道你有穿胸围的癖好 我不知道 普通男人是没有这个癖好 普通男人是没有胸围的 怎知道你有 你早点说 现在知道 我也是 你继续 阿里克想试吧 你穿给阿里克试吧 阿里克是不是想试 阿里克想试阿榮那种 阿里克想试阿榮那种 阿里克你想试 你去找阿K 记得 我不用 我也是 男人不会穿巴的人 你喜欢不穿的 只是 我不会穿 我不会穿的 不是我不喜欢不穿 阿K老师都说了 一般 一般男人都不喜欢穿巴的 据我所知 除了阿里克不知道外 我也不喜欢穿巴的 是吗 原来你也不喜欢穿的 我现在才知道 刚才才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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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那些有些罩杯 有分四分之三罩 还是二分一罩 看不到调游 是 是 是 你说 配色 我觉得都配搭配 会好看的 是 配了一套 我喜欢后扣 后扣呢 你帮他脱的时候 那时候 大部分的雷 你脱他包都会 托着 托着 胸围 但是他又 若隐若现 他又托着 你明知 你一扯就脱 那种 那种续距环形的感觉 真的 挺正的 也没什么特别 我觉得我们平时看AV 都会见到不同类型的胸围 这样的 我自己平时看都很少见到 一些不好看的款的胸围 或者内衣服的 是的 可能他们本身 就是有配搭过 或者知道要出镜 就是一些好看一点的胸围 或者内衣服 是的 嗯 是啊 是 好 继续 是的 这个男友 你就送套给他 或者你女友 你就送内衣 女友送一条底褲给他 大家互相送一下 庆祝一下第一次 是吧 不过很难送 胸围很难送 你要知道他什么级才行 就是你 带他去一起买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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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情侣的活动 我觉得都不错 是吧 无谓 你有要求 但是你又不说出来 唉 那么麻烦 我认为 如何说 你可以选择 或者去买的时候 就跟你说 要买这个款 男生 我觉得是很难送 因为你要去买 你去买的东西 其实你很难不买 我觉得 如何说 如果那些女生 其实你要适合 那个尺寸 有些人 如果不适合 会尼罩 你也不想你女朋友 尼罩 被人看 或者尼罩 被人看到 那些女生 是 说完了 对 那说下一篇 喝茶破厨 刚才K老师说 喝茶有个特别意思 不是我们广东人的喝茶 对吗 对 我所知 因为我看这篇是台湾的文章 以前有听过 始终有这么多年书 有听过 什么叫做外送茶 你就不要想着 我要什么 叫胡普利 送过来给你喝 不是 那些喜茶 喜茶 那些茶 不是分普利 或铁观音 可能是分国家 或者是分年龄 或者是分不同的样貌 吸的 吸素 之类 或者是不同的手法 的茶 大家应该猜到是什么 应该猜到 好像明有 好像不明 稍后再深入去了解 我们先讲这篇故事 好 那他说男事主投稿 他说今年20岁 身高168cm 体重差不多63cm 那他说这个年龄 就等于自己单身的年龄 那第一任 也有第一任女朋友 他的年龄 就等于他的 应该说是老年 就是打飞机的年龄 就是他还没破住 是的 但是也有第一任女朋友 就是初中的时候认识的 但是因为太小了 不够胆搞他 高中的时候 读男生班 毕业之后 当兵又工作 就没有认识到女生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说一句 路上的黑丝的物 就越来越多 那是什么 就是说可能近年内 越来越多 OL穿黑丝的 看得到我 金睁火眼 是 一定是跟天气似的 冬得 要穿黑丝捕暖 是吧 是 然后呢 看到他 哇 上了火了 现在回工了 有些钱了 决定去找个茶喝一下 在某些网站上 看到油压按摩 本来沽邪 就抱着这个 可能会被美蕾 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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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 加了一些通讯软件 问了之后 哇 竟然是全套的 那 令小弟和小弟弟 就天人交战 那 价钱问过 一个又一个 那想说 第一次 就是市主第一次 第一次做的东西 第一次 就要找一个身材好的 哇 面貌还要完美的 当初就有些冲动 本来想着用这个 就是我计算回率的钱 就差不多一千多元去搞第一次 那位数应该是一万元吧 是的 一万元台币 那应该两千多元 两千多元 两千多元 是的 那我不知道是贵的 是吧 是 是的 大家网友就留言 听众留言 觉得贵还是便宜 那 最后 找上一个价格 一般的 那他说 在他的图里面 看他 说他是依赖来的 是他这么说的 是 摘了 一定是摘到 F都给你 那他约到他 一去到他的房子里面 哇 点着这个暗红色的光 那说真的 这么小的光 那真的第一时间 看不清他的样子 那 女女就说要先收钱 那收到钱呢 那小姐姐就脱了那些衣服 哇 连内衣都脱了 那我就没得享受这个解扣的乐趣 就好像K老师说的 解扣 是的 大家 你是第一次做这些东西 那你又没脱过吧 不过他第一次了 他真的第一次了 如果他不是第一次 我想 我没试过 但是我觉得以这个服务行业来说 我给钱的 我应该可以有资格 他说你穿回他 我想摸摸摸 是的 应该可以的吧 那他第一次去他不知道 原来他提要求的 是吧 还是不行的 这些东西 有没有人试过 说不行的 你瘋了 那姐姐说 我收回去再穿要加2,000 是吗 是的 那如果他真的这么说 那算了 你扔下他 我没有说过 哈哈哈 我说继续 小姐姐自己脱光光 就去浴室 还叫我 先生 你都 衣服摸一摸 摸一摸 一来一起洗一下 那男侍主觉得自己很落幕 把这个衣服脱光了 给小姐姐帮她洗残废醋 很简单 很简单 讲一讲 上半身抹一抹 她的小弟弟就随便搓两下 然后小姐姐就跟我说 你去外面拆光等我 小姐姐就继续自己洗 叫我睡在床上 一来 她先躺在我身上 稍微按摩一下大腿内质 继续用她的胸部 帮我按压一下 还舔我的拉头 好 有感觉之后 就帮我这个BJ BJKLC 有没有熟悉 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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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爆 不是口爆 是喉胶 喉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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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后来小姐姐帮我戴这个套 但是我还很期望小姐姐 吃这个神之技能 用这个嘴巴来帮我戴套 这个神之技来什么 是吗 但是套里有些润滑剂 他们正常都没有用口帮你戴 我觉得男士厨 她什么都没试过 可能学到的知识 都是体骗 看漫画 可能没有特别期待 用口带有什么特别 我觉得戴套 你如果戴得套 你正常常戴 你一旦用口带 戴得不知怎样 然后入了气 很麻烦 那个胶圈 最后的胶圈 弹性很高 弹性很高 弹性很稳痛 我也做不到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他用口带 咀嚼 龟头很难落 总之我觉得不行 总之不行 总之没有人可以的 不是神之技巧 真的 带到的真是神之技巧 平时我们普通人类 都是用手的 正常都用手的 是的 继续 小姐姐拉我上去 叫我起床 小姐姐自己躺下 用基本的全教士体位 虽然BJ没有感觉 毕竟是小弟弟和我的第一次 小姐姐用手帮我放进去 动了两下 她就矫鞋投降 浪费钱 浪费钱 那时候想起妈妈 浪费钱 立即远远 想起妈妈 哈哈哈哈 是啊 前面她又 扇着心想 没有跟小姐姐提到 提到她可能是第一次了 很惊讶地跟我说 你出来了 你出来了 是的 后面又洗多一次残废草 都很快地搞定 小姐姐帮我洗完 最后小姐姐给我一个拥抱 就送我出房门 不知为什么她有计时 用了25分钟结束这个关系 是的 应该是包卖由入房仔 出房仔 即是1万台币 我当是2700港币 如果25分钟 即是每分钟108元 你计得这么快 一定是要计算的 当然是要计算的 一定是要计算的 值不值 要计算才知道 你每分钟是108元 你觉得值不值呢 不行 我觉得不行的是 我有看一些 其他地方的留言 她说她自己去找小姐姐 之前会自己先打个飞机 或者先拍罐红牛 先让自己的体力 如果你先打个飞机 射了第一次之后 你第二次要再射 她是需要时间的 你就可以享受多些 不怪她的 因为她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没有上网看好攻略 查一下 第一次要准备什么 原来是要先打个飞机 才可以享受多些 如果她现在这样 25分钟 我觉得作为第一次都不过不失 总之你试过 她25分钟是整件事25分钟 她进去只是两下 入房仔到出房仔用了25分钟 要先打个飞机 她两下应该没有5分钟吧 两下应该不是30秒吧 入出入出 我想都是5秒而已 你刚刚说入出入出 都用了5秒而已 很难用5分钟 一分钟都很难 她有这么长 一入这么久 应该不会吧 她没有说自己 她只是说自己身高168 因为她说有洗澡 她有洗澡 那个男生有洗澡 那个小姐姐有洗澡 可能那里都用了10分钟 是吧 这样被你发现到 是 我们精细地去分析 对 还有我觉得男士主 她一来的期望 就是第一次破住 有一个女朋友的感觉 你看她说要自己解释 她想自己什么都自己 有一种 那她应该找那些 part time girlfriend 会不会好一些 是的 至少那些 不是那些 我猜的 应该那些 不是真的做鸡 严格来说 都是鸡 但是她不懂那些鸡 的SOP 不会像这些 你这样说 进来就要洗澡 你怎么怎么睡在那 应该不是那些 part time girlfriend 可能是自己 贪玩的 想赚快钱 可能是 那些反而 会不会有女朋友的感觉 那些会更坏 那些黑客人 她就要女朋友的感觉 但是她又不懂得暈 可能不知道去哪里暈 还有你进去 你都算是顾客 那姐姐自己脱巴 你觉得 你不就跟她说 好像刚才我们说 你收拾个巴 但我自己脱 还有我加多 不知多少钱给你 你要给女朋友的感觉 那就是 那小姐姐是否可以帮忙 那你又没说 你什么都在自己的心里想 那你不可以的 你都不想 那些青头仔 谁敢说呢 他敢做的演算是这样 我们刚刚说的 都属于有经验的人 才会敢开口 我觉得他未必敢 也不一定有经验 我觉得他主要是敢开口的性格 但是如果他是敢开口的性格 就一早追求了他 不论老了这么多年 应该是这样 是的 不是开玩笑 有些网友就问他 他怕不怕运船 你经常去这样 他就说 他说都害怕的 但是小姐姐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这个男女朋友做的 但是他又真的怕会运船 所以他就觉得 最多给自己一个月一次去喝茶 他都明白 一个月一次 花一万元台币都不少钱 是啊 他是不是贵了 不知道他贵还是便宜 他就说我要性 只要钱 大家都明白 都是公平的交易 是啊 听人家说 有个女孩子 她又不要你的车 又不要你的楼 什么都不要你的 每晚都陪你 然后第二天就走了 那都是几千元而已 这些女朋友去哪里找 是不是 嗯 哈哈 这些25分钟的女朋友 是的 25分钟的女朋友 在哪里找 那他说 会不会 告诉以后的女朋友 那他说 绝对不会的 那他说 这些事都会带进去棺材里面 是的 那他说 现在的心态就是 哎 努力去赚钱 乖乖地上班 偷钱 那他找个女朋友 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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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性欲暴障 那时候 就去喝茶 一个星期 一次 那样 那样 然后 我觉得 就像刚才说 你说清楚 你有什么要求 不要搞到最后 哎 得不偿失 你又给了钱 你又享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 他不清楚 那个消费者的权益 我觉得是 就是 现在他说 他一个月一次 我觉得他熟手技工的话 熟能生效 就没问题 是不是 那些男人 不知道 我也是男人 那些男人 是不是喜欢自己 随班 有个挑战性 征服感 如果是 好像他说的这一种 我应该是 完全没有感觉 就是 这个人 就是 完全因为钱 而跟你做 我只是没有感觉 所以 我对于这些用钱 是完全没有兴趣 就是 可能 就是 就是 事主 就是事主 说那些 可能 要 调一下情 然后慢慢来 那些好些 你找些 part time girlfriend 或者 正正经经 找个女朋友 不要搞那么多 今天 都说到这里 我觉得 正经找不到 不是找一些不正经的女孩 而是说 他就是 认识不了女孩 但是又想试一下 就是 又想做我 又想有女朋友 feel 就是试一下 是啊 那 不要算 是啊 就是这样 今集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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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